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跟各位一起call in来讨论 其实这段时间心情流感的发生 使全台湾民众都绷紧神经 希望能够防堵在境外 希望不要发生在我们台湾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 Snow or later他会来到 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希望 能够尽最大的可能性来防堵他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为您邀请到 台大医院的小儿科的医师 也是副教授李秉颖教授 在我们的节目中李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李教授他同时也是 卫生署的疾病管制局 传染病防治的咨询委员 所以他这段时间常常 跟卫生署一起开记者会 让大家更加的明白 这个疫情的情况如何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立法委员 罗淑磊委员 罗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为各位介绍立法员 黄淑英委员 黄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 可能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 很早睡觉的话 都不知道就像我这样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到了半夜 就知道说原来有紧急的记者会 那么卫生署赶快通报各媒体 希望赶快来告诉大家 有一个非常可能的确诊的病例 那整个过程发生 我想先请我们的黄淑磊教授 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怎么一回事 这个过程 好 那我昨天也是 快12点的时候 好几个记者打电话过来 我就知道说 我大概也不能够马上睡觉 那我根据我后来的了解 就是有一些资讯 就是当我们看到说 有这一对母女 从美国回来 美国回来 她有发烧的时候 那因为她有旅游史 所以我们卫生单位做了最严格的一个管制 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去 专者医院去 而且马上就给她做病毒的检查 那病毒的检查 我们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 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快速检验 那个是检验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病毒的蛋白 蛋白质看远 这个其实是最不准确的 可是她最快 我们先用这个筛检一次 结果这个检验是阴性的样子 那检查结果阴性 那再其次 我们比较敏感的方法 就是用所谓的RT-PCR的方法 这个是去验流感病毒 有没有这个基因在这个病人的体内 那她在几个小时以内 就可以得到结果 那做出来的结果是 有一点点阳性 弱阳性 弱阳性 这就表示说 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 已经发病一段时间了 她身体里面的病毒量没那么多 所以验不太出来 好像看了是有事无 但他们再次进一步做分析的时候 发现这弱阳性的结果 她没有办法判定 她是H3或者是H1 那我们知道说 从1970年代到现在 全世界的季节性流感 就是有两种 H3跟H1 如果你也不是H3 也不是H1的话 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新型流感病毒 根据疾病管制局的定义 这样子的情形就叫做极可能病例 必须要非常小心 她是不是新型流感的 那再其次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RT-PCR 那个是专门为了去侦测新型流感 所特别制造的PCR 它就是你如果做了阳性 就是新型流感 那其他的季节性流感 它可能做不出来 结果做的结果又是弱阳性 这个是麻烦的 弱阳性就是说 你好像看到有一点影子 可是又不太确定 它是不是在那边 这样的情形呢 在实验室是蛮常见的 通常我们碰到这种情形就是 不能够直接判定它是阳性 而是你必须再重复检验 重复检验或者是重复裁检 才能确定 那经过这几个程序以后呢 这所有的资讯把它集合起来 我们就知道说 这对母女它有流感病毒感染 这个大概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可是它是哪一种病毒 就不太知道 可是初步结果看起来 它不是我们普通季节性流感的 H1或者是H3 于是它被列为极可能的病例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新闻媒体 已经有一点 那个在报道说 有两个疑似病例 可能已经开始在检验 在隔离 在怎么样子 然后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这时候已经到了11点12点了 快要所有的新闻媒体 可能明天的 那个 明天版面上会出现什么字都出来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那疾病馆自己就召快记者会宣布 这个是一个可能 新型流感移入台湾的病例 那我昨天有在现场就是看那个记者会 事实上我看那个施文宇副局长 他一开始上台的时候 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台湾有极可能病例 其实就是在讲说 他的检验结果还不是很确定 他必须进一步的检验 才能够完全变成确定病例 好 非常谢谢李秉颖医师 跟我们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 那从刚刚的说明中间 我们大概归纳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一直以来 这对母女所检查出来是一种弱阳性 一直还没有真正判断成 是确诊或是怎样 那当然是极可能 这个是在专有名字上这么说 那第二个就是说 究竟这个弱阳性的状况是否要召开记者会 如果它是半夜的话 那这个当然也是可以商榷的一个余地 所以这两点的确是这段时间 这个大家对于卫生署长业精算是这么紧涩的人 会这么大张旗鼓 因为对大家来对媒体来讲 我自己是媒体的人 对媒体来讲半夜开记者会 今天如果不是很确定相当确定的话 你不太会这样的惊动大家 所以看起来是卫生署对于这个病例 是抱着觉得是可能性非常高的一个案子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那现在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么高的可能性的案子 我们要不要公布跟发布 这当然大家有见仁见智的看法 我们先请问一下那个黄淑英伟 今天在立法院 听说也是很多人都围着问这个问题 那叶署长也是灰头土脸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他所造成的后果 是所有的媒体到了半夜 第一个十二点钟的记者会 大家就已经很受不了了 因为倒就八点九点就结稿了 第二个问题是后来又发现不是 那惨了很多报纸已经来不及 报纸印出去又来不及收回来 改了标题内容还来不及改 那像这些的状况 以后怎么样来防止 黄淑英委员你要不要谈一下 在立法院的情况反应 我想今天在立法院的资讯里面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卫生署长也好 还有整个团队 那么对于这个整个防疫的这个努力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忍心苛责 其实大家都非常肯定 大家那个整个署的这个作为 那但是刚刚谈到就是说 这个一个极可能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要不要去发布新闻 我想这里面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疾病在台湾的人民的心里 其实已经由于媒体的过度的渲染 我们心里对这个疾病相当的害怕 那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民情是这样的时候 那么卫生署在处理这样一个极可能发生的病例 他应该要审慎一点 那么当然他是非常善意 是怕说这个万一是的时候 这个截稿前没有出去的话 大家民众得不到这个资讯 所以他宁可 料敌重言 对对对 那但是就是说 但是一旦发生 发现这个事情不是那样的时候 我想今天委员其实大部分的咨询 就是也在讨论说 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他们是以发简讯的方式出去 那么发简讯的方式上 有的人可能在睡眠中 或是来不及看 以至于我们今天就看到中国时报 根本来不及改那个标题 所以他们大概也做了一个建议 就是说以后发生这样的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 必须做更改的时候 应该是一一打电话 把这些记者叫醒吵醒 让他们去把这个新闻 重新来做一个处理 那其实对于极可能感染的疫情 如果说没有对民众来说 这个不是隐匿这个疫情 我想还是最好的还是就是说 把事情 对他因 要联系 인 谢谢观看